哥哥和弟弟 我是哥哥爱德华 表妹则是我用身体练经出来的机器人弟弟 因为我是个残疾人 不仅缺了一条腿还断了一只手 缺了一条腿而已 为了报答哥哥 我给你做根拐杖 我去 身为机器人还无法吃错 刚才只能让练经了解之错啦 区区拐杖 对本练经术士来说根本不是难题 可算能够自由移动了 算不能够像平常人一样剑步如飞 但是这也不差 弟弟 把你的武器给我 我的炼金术能够任意炼制武器 当然是杰子 但还是有点用 但我作为一套普通装备 岂不是可以直接把它们全部使坏冰墙 弄不如行动 咱们直接来到冰军的冰库 这里泡石相当多 你这么傻乎乎的用稿子挖 你怕不是忘了我的超能力哦 把稿子给我 你看 变成钻头 我奥矿的速度纯倍提升 我不仅可以提升武器 还可以提升工具 怎么样 感觉不错吧 真是 相信你这么强 怎么不给自己做个假扣的假腿 想想就厉害 直接进去飞上 什么爱人杀物 我去好大一个兵力守卫 你怕不是不知道我机器人的厉害 你一下子就倒下 我倒是想恢复战场 但是我不是缺材料嘛 不愧是我创造了机器人 就是强 有你在 我都可以放心到处找我需要的材料了 首先要的是烈焰青的矿石 咱们运气不错 咱刚来就有找到矿石 接着呢 你还要啥 还要空岛的鲜花 但是这需要库跑 难度有点大 看我的炼金术石 徒手捏造武器 用火把捏造出了一堆的火箭 有了火箭还跑啥 直接飞过去 花朵就在前方 成功到手了 还有啥金鬼术 我本脸强打下我都不怕 接下来这个确实需要你的帮助了 要陨魔之心 我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只能够靠你了 没有你包在我身上 这陨魔是有点厉害的 直接把我打散架了 零件掉了一点 咋回事啊 怎么还不能复活 因为你是机器人嘛 当然不可能复活呀 需要我这个炼金术石来把你还原 不然你就只能够变成一地的零件躺在这 小妹快来 目前陨魔有点强 我打不过 先出来 我准备点武器 我还是太高估了 自己 嗯 直接被刹了好几次 要求你给我弄点枪嘛 实在病了 现在肉不不吃香 还得靠机关枪 枪算什么 给你整个火箭筒 能发射核弹 老厉害的 这次我就不信还打不过这陨魔 咱们一人一把火箭筒 惶惶乱炸 鼻放烟花还厉害 陨魔这一下就倒了 哇 是陨魔之线 表现你能恢复正常了 要怎么做 直接吃掉 不不不 要用我们收集到的所有材料制作祭坛 用祭坛来恢复我们正常 看好了啊 只需要在这里吸取能量 我就从一个端手端小的病央子 恢复正常了 这样我们就更厉害了 一个健康的灵力术士 和无敌的技术 我们想迷你事件 我们想迷你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与いた